《药州青瓷》 本期《农广天地》就为您介绍 《药州青瓷》的制作工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说到青瓷 人们往往想到 这是属于我国南方的词艺代表 其实在我国北方地区 也有非常著名的青瓷艺品 古时人们赞誉它有 巧如范金 精笔卓裕之感 这就是来自陕西省 同川市药州区的药州青瓷 药州青瓷烧制工艺十分讲究 不过这一工艺险些失传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先从 它背后的故事说起 药州是我国陶瓷烧制的著名产地 这里的不同时期 烧制出过药州青瓷 药州黑幼瓷 药州白幼瓷 兰花瓷 铁锈花瓷 花幼瓷 六大系列陶瓷 其中最为著名的 就是北宋时期烧制的药州青瓷了 但是 由于金元时期 药州地区战火连天 药州青瓷的烧制记忆也失传了 慢慢的 人们也就不清楚 这药州青瓷到底是什么模样了 直到1973年 陕西省同川市药州地区的一次 大型考古挖掘 揭开了药州青瓷的神秘面纱 73年刚好是我领队来药州药这个发掘 挖出来的东西 这个非常多 这个完了以后呢 我们去给当地的这个领导汇报 他看了以后大吃一惊 他说 这个同川这个地方 祖先竟然能烧出这么好的东西 他说过去根本就想都想不到 这次挖掘让大家第一次看到了 北方的药州青瓷的模样 也让大家了解了 药州青瓷的那段 早已让人们忘却了的历史 从诞生之日起 就具有一种 即天下之大成 而后来居上的气象 他起初吸取了 当时委居青瓷之手的 南方乐瓷的烧纸工艺 在右色方面也很接近乐瓷 为橄榄青色 清脆典雅 经过长期的探索到了北宋时期 在长期以来 南方青瓷垄断整个青瓷市场的情况下 药州青瓷的艺人们十分聪明地 利用了制造差异化的方式 对制瓷工艺进行了全面改革 使药州青瓷在青瓷市场中 一军突起 南方青瓷的胎质都比较轻薄 而药州青瓷的胎质都烧制得比较厚重 又这方面呢 它与其他追求预制感的南方青瓷不同 更加亲切自然 玻璃质感强 我们这里所说的预制感 是指右面的光泽非常柔和 而药州青瓷的玻璃质感 则是指右面亮度非常高 会有明显的反光现象 在北宋时期 烧制出了药州青瓷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 也迎来了药州青瓷的鼎盛时期 一举成为了青瓷市场之首 这主要是源于这一时期 药州青瓷还独创了一种克花技法 更大大的突出了药州青瓷独有的特色 克花技法是指在尚未干透的泥胎表面上 利用工具来克花出各种深浅 面积不同的纹饰 是瓷器制作工艺中 常使用的一种技法 这种技法使得器物表面的装饰文样 立体感特别强 摸上去虽然是温润平滑的 可是却给人一种立体的 类似于浮雕的感觉 后来传世的药州青瓷作品 大多都是北宋时期烧制的 这一时期烧制的药州青瓷 多使用克花技法 所以我们通常一想到药州青瓷 脑海中马上浮现的 也都是各种克花的药州青瓷了 失传了几百年的药州青瓷烧制技艺 在1977年恢复成功 恢复成功后 在2006年 药州青瓷烧制工艺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药州青瓷的气形多为日常生活用具 例如碗 盘 碟 糊等 在装饰文样的构图方面 注重均匀合理 虽然丰富饱满 但不失清晰与典雅 装饰的文样主要以动植物为主 广泛而生动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说 它的烧制工艺 目前 药州青瓷的烧制 分布在药州地区各个地方 陈炉镇可以说得上是 药州青瓷的中心产区了 年过半百的李生科 陈炉镇人 也是七七年 药州青瓷恢复工程中的一员 为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 李老培养的女儿李竹林 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 李老一家人一起经营着瓷房 这也正是整个陈炉镇的一个缩影 陈炉镇当地家家户户烧 烧制的各式各样的日常生活用词 防古代工艺词都畅销国内外 这其中这种大大小小的倒庄壶 正是最为畅销的工艺词了 接下来我们就以倒庄壶为例 来介绍一下药州青瓷的烧制记忆 倒庄壶是一件十分典型的药州青瓷 不仅具有立体的装饰文样 而且在具体的文样应用上也十分特别 湖壶是一只凤凰 凤凰也正是鸟中之王 连接凤凰与壶身的是一个元宝 元宝也正是过去的前臂之王 倒庄壶的出水口是一只狮子 为林中之王 而倒庄壶的壶身上的刻花图案 是三朵牡丹花 也正是花中之王 整个倒庄壶运用的装饰文样 集合了鸟中之王 钱臂之王 林中之王 花中之王 整体给人一种十分霸气的感觉 不仅仅是这样 倒庄壶还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 那就是整个倒庄壶都是一体的 并不像一般的壶那样 有一个盖子可以打开 专门用来装水 那么它怎么装水呢 它的注水口 位于它的底部 有一个梅花孔 水是倒着王里装的 这也正是倒庄壶名字的由来 装好水之后将壶放正时 水并不会从底部的梅花孔流出 将壶身倾斜 水并会从出水口的狮子嘴部流出 这倒庄壶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呢 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壶呢 大家从倒庄壶的外观就可以看到三个部件 凤凤凰壶壶 圆宝 还有壶身 其他两个部位在哪里 我们在为了用看它的内在的东西 我们就把这个壶破坏了以后 你看看里边 打开你看看里边 它有两个部件 就是说这个等于是一个壶的底部安装上去的 这个旁边有一个是它隔离里边那个水的一个部件 除了底部的这个用于注水的部件外 壶的出水口这一侧的部件 主要是在倒庄壶倒过来注水时 起到了一个不让注入的水直接从出口部位流出的作用 这倒庄壶注水也是有讲究的 只要有部分水从出水口溢出 就可以停止注水了 这也证明注水的位置已经没过了这个部件的顶部了 此时将倒庄壶放正 这样的注水量也刚好到达梅花孔部件的顶部 也保证了在水壶正面放置的时候 不会有水流出来 而隔离出水这个部件的底部 还有一个口 可以保证倒庄壶倾斜倒水时 水能够正常流出 您瞧这倒庄壶的设计真是巧妙 充分显示了古时匠人们的聪明材质 这样一个奇异的壶在设计上都这么独具匠心 那么烧制起来会不会更特别呢 了解了倒庄壶的五个部件之后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五个部件是如何进行制作的 从成型方式上来说 窑州青瓷主要有拉坯成型和柱江成型两种方式 一般比较简单的器型 例如瓦盘这些瓷器 都是利用拉坯成型的方式制作的 但是倒庄壶这种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瓷器 就需要利用柱江成型这种方式了 倒庄壶五个部件的柱江成型 需要用到五种不同的模具 目前瓷器市场上可以买得到 做成不同大小的倒庄壶的模具 我们今天就利用能够做成高度为15厘米左右的 倒庄壶的模具来柱江吧 柱江成型这一环节 柱江的原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型品质 这就是这个陈楼栅上的干子土 以后拉回来 这个各时间长一风花 以后就做陶瓷 干子土又叫做干土 这是北方地区制作陶瓷 常使用的一种粘土原料 耀州地区的干子土含铁量高 可塑性强 另外氧化铝与氧化硅的含量也比较高 烧制出来的耀州氢瓷胎质比较厚重 并且会有些发红 风化两到三年的干子土直接放到搅拌机内 按一定比例加入清水进行搅拌 搅拌完成后 干子土会转入下一个沉点过滤的泥池内 然后经过沉点过滤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使用了 将泥浆直接倒入五个部件的模具中就可以了 倒砖壶的模具是利用石膏制作的 模具会慢慢吸收泥浆中的水分 这样无一在模具的内壁形成一层泥皮 吸附时间越长 泥皮越厚 对于耀州氢瓷这种胎质比较厚的氢瓷 需要等待两到三个小时 再将里面的泥浆倒出 留下模具内壁的泥皮 这样做成的就是一件胎质比较厚的空心的部件了 不过组成倒砖壶的五个部件中 还有两个部件是实心的 那就是凤凰湖坝和元宝 这两个部件直接让泥浆全部留在模具内 等待干燥成型就可以了 大概三个小时后 五个部件经过干燥形成泥胎 将五个部件的模具全部打开 取出五个部件的泥胎 倒砖壶的部件已经制作完成了 下面的工序相信大家不难猜想到 那就是把这些部件组装起来 师傅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它们组装到一起呢 组装之后还要进行哪些工艺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先给湖深安装第一个部件 就是内部隔离出水的部件 将其他暂时不用的部件 先使用塑料布盖上保持湿润 隔离出水的这个部件 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下细修 尽量修成比较贴合湖深内壁的形状 然后将切口部分沾入泥浆中 直接放入湖深内部 堵住出水口的位置 内部隔离出水的部件 粘接好后 接下来粘接的就是湖的底部了 倒砖湖底部 这个部件有一个注水口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部件的底部 修出一个梅花孔 修好后 将这个部件的底部沾上泥浆 然后粘接在湖深的底部 粘接好后再修整一下粘接缝 然后做一条长25厘米左右的泥条 围在粘接缝的位置 然后用手将它压平等待三两分钟 底部微干时再用雕刻刀进行细修 保证湖的底部平整平滑 做到这里 倒砖湖的湖深底部注水的部件 隔离出水的部件 还有湖深 这三个部件已经粘接在一起了 剩下的两个部件 凤凰湖坝和元宝 我们待会再粘接 接下来 我们先把湖深的装饰文样 全部刻画好 前面的成型方式 主要是通过筑浆成型的方式完成 所以说到了这个时候的 倒装湖都大体相似 不过接下来的装饰文样刻画 就到了展现艺人们刀工的时候了 首先 我们给倒装湖的出水口 也就是狮子的嘴部开口 利用雕刻刀 在狮子的嘴部刻出一个直径 在8毫米左右的椭圆形孔 接下来 我们先来刻画一下狮子的外形 在狮子的下面还有一只正在吃奶的小狮子 就是这个狮子的前腿 往前拱 往前拱 这后再修这个小狮子的后腿 你看他把他这个修的要拱起来 用那个吃奶的劲 用得上 狮子刻画好后 将湖顶的纹样稍微修饰一下 我们主要将重点放在湖身上的牡丹花上 因为这里的牡丹花正是运用到了 耀州青丝独特的刻画技法 湖身上的牡丹花轮廓是在模具上已经印出来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如何将这些牡丹花刻画出立体的装饰效果 耀州青丝的刻画技法有双刀刻法与单刀刻法两种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双刀刻法 具体操作就是在第一刀时 在泥台上顺着牡丹花的轮廓直角下刀 勾勒出线条 刀口相对深一些 第二刀在轮廓外部 采用斜刀消除牡丹花的装饰文样 耀州青丝的刻画技法要求陶瓷一人刀法犀利 做到一刀成形 一刀成形的概念就是 不会为了固定的花纹模样而反复修改 而是每一个花纹 无论是直角勾勒轮廓还是斜销出纹样 都只能一刀完成 线条必须流畅 如果位置偏移了 不会进行第二刀修改 而是顺着偏移的位置 根据着其他还没有刻画的文样做出一些调整 刻出不同的文样 这也充分地表现了艺人自身的创造力 造就了同样的产品 同一位艺人刻画 每一款的花纹都不会完全一致 后来聪明的艺人们又发明了一种单刀刻法 单刀刻法是使用一种特别的工具 这单刀的工具也都是艺人们自己制作的 这种工具一刀可以同时实现直角下刀 勾勒线条和斜刀消除纹样 双刀的效果 它简化了工序 缩短了可花时间 刻好所有的牡丹花后 给母狮子做四颗牙齿 先用泥土做成一个粗度在两毫米左右的泥条 然后利用工具结下一根长度在四毫米左右的小泥条 安装在母狮子的口部 也就是整个倒装壶出水的位置 利用同样的方式将其他的三颗牙齿分别按在母狮子的口部 母狮子的牙安装好后 开始进行最后两个部件的修饰与安装 凤凰湖坝和元宝 凤凰湖坝修好之后 接下来利用工具将元宝连接湖身这一面修成凹凸不平的表面 这样做是为了增加摩擦力 因为元宝主要是用来连接凤凰湖坝和湖体的部件 按这个瓣它这么对 就是说它这个凤头要给这个狮子的那个鼻梁上 要对得很齐的 然后再拧过来调整调整 在进行上釉之前需要进行一次速烧 这样做的原因是进行一次速烧之后的倒装糊 对于釉料的吸收效果会更好 倒装糊的速烧一般使用的是气窑的烧制 烧制的温度一般是800到900摄氏度 时间为12个小时 我们这个披子已经烧了一次成型了 可以就是试釉的时候就好试釉 吸收的能够好一点快一点 药州青瓷这种橄榄青的釉色 由两种釉料配比而成 分别是黄透釉和白釉 黄透釉是由药州当地的一种黏土制作而成的 叫做黑药 这是一种含铁量十分高的黏土 药州青瓷的橄榄青色主要就是来源于这种药州当地的黑药 在烧制过程中 黑药中的三氧化二铁经过还原验烧制 然后就会在气雾表面形成橄榄青的柚色 另一种叫做白柚的柚料 是由石英 长石 方解石 华石等多种矿石配比而成的 在烧制过程中 主要是对于药州青瓷烧制出的玻璃质感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 黄透釉与白釉的具体比例 陈炉镇当地每一家瓷房都有着细微的差别 所以说每一家瓷房烧制的药州青瓷的柚色也都不完全一样 在具体上釉时 需要经过两次上釉 才能够保证药州青瓷的柚厚 在第二次上釉时 必须要保证泥台表面的柚已经有些微干 倒装壶的底座是不上釉的 经过上釉的倒装壶 最后要利用湿海绵 将底座的釉擦掉 为的是在烧成后 能够在底座清晰的看到药州青瓷的胎质 上好釉之后要进行补釉 补釉就是将上釉时手触碰到的地方 还有一些没有上好釉的地方进行填补和修整 上釉结束后要进行自然风干 大概十分钟左右 将它放到窑炉进行釉烧 釉烧的温度为1320摄氏度 时间为12个小时 每次开窑虽然少了些担忧 但仍然满心期待 这一样是烧得点清 颜色也好 每天把我们这个刻画的这个效果 都显示出来的力气感特强 这个底部 我们这个原材料的招求 也烧得特别的倒退 烧制出来的药州青瓷表面又细微开片 幼色呈橄榄青 清脆典雅 装饰文样清晰 立体 正符合了药州青瓷的标准 近二十年来 在现代化工业产品的冲击下 陈炉镇的陶瓷业一度萧调 加之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 年纪大的匠人相继去世 使得药州青瓷这一传统陶瓷记忆 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 到这里也要呼吁大家尽心尽力保护好 这重拾的保护记忆 将这份财富流传下去 好了本期农坊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